朋友們你們好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視頻的朋友 麻煩給我點關注點轉發點在看 一見三年的朋友可以免費獲得 我這邊送出的一份寫習大禮包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我三年小胖哥 最近呢有不少老哥找我開京東小店 開京東西店找我的操作成功的好多 都知道我這邊操作的一個實力 然後呢今天聊一下這個老哥呢 他過來就問他說京東小店 你能入住是嗎 一般只要找我問這個問題的老哥 我都不管他入住京東什麼類型的店鋪 我都會跟他講你有哪一些資料 你有資料我才能確定說什麼類目 什麼樣的資料什麼樣的入住費用 這個老哥呢他說入住資料都有 但是被駁回了 我說你有哪一些發我看一下資料 他啪啪就給我一張入住失敗的一個截圖 我一看呢這個是第三方評分不足被駁回了 他說這個你能做嗎 我說你這個就是第三方店鋪沒有提交被駁回 他說是的就是沒有皇冠店 我說那你這個執照呢就不一定有用了 有沒有新的一個執照 因為你一旦入住失敗了 你這個執照就被標記了 要嘛撤銷掉要嘛就提交完整的資料再去搞 他說你這邊可以幫忙做嗎 我說可以啊 兩至三K的一個入住費用成功下電後付費 他說你提供什麼 我說你提供執照 剩下的都有我來操作 我來提供 然後呢這個老哥呢沒有回覆我 應該是覺得說我的價格還是覺得說我的實力不合適 其實都無所謂啊 很多人呢以為自己入住京東的時候 他以為入住就只有那麼幾個步驟 京東是開放了京東小店 很多商家他自己以為自己有執照 有商標有商品自檢 有的甚至說我第三方店鋪也有 那我去提交結果還是被駁回 入住失敗也不懂得說失敗在哪裡 入住失敗就是評分不足 京東第三方直接駁回了 駁回的理由就是京東小店是官方新型的業務 逐漸開放了一個態度 簡單一點就是意思就是說你不行了下次再合作了 就算是你資料齊前你提交了也不一定說人入住 還不要說資料不齊前的一個商家 小胖哥呢這邊是京東的一個官方服務商 我們是實時同步每個類目他的最新審核的一個規則 招商規則因為我們有一直跟招商在溝通 甚至我們跟招商在溝通 入住的規則招商會給我們反饋上記修改同步 每一步都清清楚楚OK你們自己去提交 為什麼說過不了我講過很多次 這個東西你提交審核它是由招商新審 他節日說你這個資料OK下放到第三方去審 那麼如果說節日說你這個店不OK 那麼也會下放到第三方去審 直接讓第三方給你駁回 這就叫評分不足 就是說下次合作 這個是資料齊前的朋友 資料不齊前的朋友不用說 你直接一提交 他們要嘛看到你沒有商標品牌授錢 要嘛沒有商品自檢報告 要嘛營業指導不行 要嘛就是你第三方店鋪不行 直接咔嚓就給你駁回了 所以說我再強調一下 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 每一個類目他審核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有很多朋友也問我 他說你這個收費怎麼不一樣 我說每個類目審核的規則不一樣 收費肯定就是不一樣 每個類目招商規則它是不一樣的 做資料下店鋪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小胖哥這邊都是以成功付費的 所以說以結果為導向去收費 京東小店目前比POP貴 也比POP店鋪麻煩 京東小店的西店鋪 它只是保證監上面便宜了 其他地方你看該少的資料 一樣都不會比POP少 操作小店比操作POP還要麻煩多 光是第三方的評分不足 這個你們就很難採 所以說入住小店京東西店 你們不要看表面上只有那麼幾個步驟 我跟你說裡面的水非常的深 最後一計畫專業的事情 專業的人做 京東官方入住服務商小胖哥 找我實力操作 開始就告訴我們 快進步 快進步 感谢观看